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要完成面膜篇的最後一塊拼圖 睡眠面膜 之前跟大家介紹過一些片妝面膜 Gel Mask和Cream Mask 今天要介紹的是Sleeping Mask 雖然數量沒有那麼澎湃 十款十款去介紹 但我不是想抽數目 我是想介紹自己平時最喜歡用 經常性用的產品 所以如果有興趣知道 我最常敷的Sleeping Mask是哪一款 就不要錯過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我晚上是怎樣去決定做 一個普通的Skin Care routine 還是敷睡眠面膜呢? 有兩個因素 第一是要看看有多晚和我有多懶 如果我做得很累的話 是沒有心機 有Tona 精華 再精華 眼部 精華 再眼霜 再面霜 逐樣要等它吸收才可以塗下一樣 中間我應該是不小心睡著了 所以我會把它簡化成為一個Tona 最多加一個精華 就塗這個睡眠面膜 就去睡覺超方便的 第二個情況 就要看看皮膚的需要 特別是這裡 我一鼻敏感流傳 一鼻水就會變硬了 痠了 會很痛 會脫皮的話 我就會敷睡眠面膜 讓它的修復力好些 不一定是滋潤的 但是有很多不同的情況 我都會去敷睡眠面膜 首先 就不如跟大家說兩個清爽一點 來自Belib 這款叫做淨透舒緩奇蹟睡眠面膜 我在這個夏天都用得很多 它是比較偏透明的 你會看到質地是偏向水螢幕的 然後我很喜歡把它放進冰箱 然後敷在皮膚上面 涼淡淡 夏天是很棒的 它不是那種很保水很滋潤型 反而是做事做到很累 個人很困緊的時候 涼淡淡一敷 整個人是鬆了 爽了的感覺 然後你看到我說幾句話 已經吸收了 完全是很清爽的 如果你是油肌混合肌 用它也不怕會厚身的 但是我乾肌的話 會塗一個保濕精華 在中間打底線 才用它 你會感覺到皮膚是很水潤很彈的感覺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看一下 它主打是舒緩的 不過我沒試過敏感 或者紅色的情況下 用它去打它的舒緩效果 這些要天時地利人和 有時候剛好遇不著的情況就試不到了 另外他們還有另一個 我也是很喜歡 它是維他命換彩奇蹟睡眠面膜 它就比較柔滑一點 不是剛才那種果凍質地 推開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是霜狀的 跟剛才那種很清爽 跟著很水型的感覺不一樣 剛剛那款是做事做到很累的時候用 這一款就是做事做到很晚的時候用 它敷完之後起床 會沒有那麼暗沉的明亮度 跟著那個透明度會高一點 不是說用完之後白了兩度那麼誇張 反而是被人看下去不會覺得 你昨天一定通完頂了 個人那麼暗沉 那麼混濁 那麼兜的感覺 是沒有的 會一掃而空的 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歡 熬夜 通頂的時候 就去敷它睡覺了 但是它的質地沒有剛才那麼清爽 你看到我說完之後 它還有少少一層在這裡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了 可能我要開冷氣的時候才會用它 不過它也不算黏的 今天會分享的睡眠面膜全部都有香味 我好像沒試過敷一個睡眠膜是沒有味的 可能讓你睡覺的時候舒服一點 不會弓鼻的 不會很濃郁的 是淡淡的 這兩款偏向草本一點的味道 然後下一個要分享的 就會是它AHC的這一本睡眠面膜 它的名字也挺長的 叫做瞬效保濕B5 眉度換膚保水睡眠面膜 應該是將它的功效全部放在名字裡 它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裡面分開了兩邊不同質地 用法就是先塗了這一邊 含乳酸的啫喱面膜 推開的感覺是很滑的 而且它會像一個精華 一個水型精華的感覺 不是很像面膜的 因為它要先吸收 在面上再塗它另外一層 另外這一邊就是它的水型霜面膜 然後質地就會像一個 GEL CREAM的狀態 它一樣都是很清爽 不會有負擔感 它有一種應該是大家想像到 有韓國護膚品的香味 然後保濕度 比起剛才Believe兩款都會高一點 是一個很舒服 你看到又是吸收了 完全沒有任何負擔 不會焗促的睡眠面膜 對我來說 夏天用剛剛好 起床的時候不會皮膚扯乾 但是呢 去到我乾肌冬天的時候 它也應該未必夠力 很適合冬天大家有機 或者是混合機的朋友 都用不到滋潤型的話 可以想想它 它聲稱是有換膚和保濕二合一 其實換膚我就不太覺得 我不知道怎樣才為之換完膚 只不過是敷一晚 但是用完它之後是沒有敏感 然後我感覺上都是良好做到保濕的 不是那種我那天一定要很潤很潤的時候 我就會想起要用它了 然後第三個不如就說Canvas這個 在每月用什麼影片都有介紹過的 玫瑰滋潤保濕睡眠面膜 它最棒的地方就是 一打開之後 玫瑰味是湧出來的 是超級無敵香的 你看到了 比起剛才它是稠身一點的 然後是一個乳霜 但是一個很滑的cream質地 推開的時候它會有一點厚度 它是有舒緩保濕 長後滋潤和更生細胞等多重美肌功效 更生細胞就比較難看到的 但是一敷完之後起床 皮膚是很柔軟的 好像BB肌膚一樣 是很棒的 我也很喜歡 我媽媽也很喜歡 然後她不肯跟我分享 就說我一口他一口 是很少有我們兩個不一起用的產品 就知道我們有多熱愛 而且它真的很棒 香味已經贏了 是今天這麼多款裡面 我最喜歡聞的一個味道 然後就到這一款了 一看到包裝就知道它是厚的 它是拱神響系列的活膚面頸修護睡眠面膜 它會比較像牛油妝 你看到是挺身一點的 推開的時候它是偏油潤的 會有滋潤度的 你會看到有一點油光的 但是它不是油膩的那種 是油膩型 大家明白嗎 是奶油的感覺 對了對了 後的護膚品很多都會有漢方的成份 這個裡面是有山芯東蟲下草的 是可以為肌膚提供營養 然後保濕同時提升肌膚的彈力 令到肌膚緊緻 我自己就不覺得一起來的時候 整個人很緊緻 但是它的滋潤度是足夠的 比起剛才幾款 是明顯提高了上一個級別的 那麼厲害的 所以會適合輕熟機 開冷氣 入秋入冬的時候用就會適合 這個不是後其他系列的那種宮廷味 它偏向香味多一點的 但是也是舒服的 這個我也是很喜歡的 但是呢 我不知道接下來會不會有新款 我有它們另外這一款 這個還未開的 但是也跟大家說一下 它是和律 極致在身睡眠面膜 全新的 我真的還未開 因為實在太多用不完 所以應該趕快用完這個 希望冬天可以試試用它 我剛才分享的都是我今年新接觸的 Sleeping Mask 然後手上這兩個 一直以來我都很喜歡用 你看到使用痕跡和用量 這個是我已經回購完 再快用完的了 黑色和深啡色 這個是Fresh的 Black Tea Vermin Overlight Mask 然後這個是小星層 他們Starry Tail的N12 但是兩個呢 我都在上次Cream Mask那條影片 有詳細介紹過 今天就不多說了 總之是很喜歡很喜歡 有興趣可以看那條影片 然後呢 其實有時候 我不是一定要用Overnight Mask 去做一個睡眠面膜的 我可能會用一些面相 厚敷它 都可以當一個Sleeping Mask 例如我手上這一款 都是我最近幾喜歡的 是來自一個香港的品牌 叫做Akali 我不知道有沒有讀錯它的名字 這個品牌特別的地方 就是用了秘魯性目 然後這一盒就叫做Palo Santo Restoring Moisturizer 有留意水晶和新心靈的朋友 應該聽過秘魯性目的了 可以用來做淨化的 淨化水晶、淨化空間、淨化個人的心靈 然後有燒過的朋友 應該是會認得這一股味的了 我喜歡燒性目多過鼠尾槽 因為性目的味道沒有那麼濃烈 然後它是比較軟滑一點的 如果我是用來選擇 Sleeping Mask Moisturizer 不會選到太厚的 太厚的話會焗 容易生油脂粒 我會選這一類型 比較水少少的 你會看到輕透、容易推 就算塗好厚 不會焗著的感覺 我已經有這麼多睡眠面膜 好了,為什麼還要用一個水晶去做Sleeping Mask 就是手癢 有時候底部塗了一個比較厚的精華 但是心血來潮很想用Sleeping Mask 我就會用一些水晶 除了這一款 之前有用過Dr.Wu 然後一些比較水狀的 我都覺得是可以用來做Sleeping Mask 看自己的膚質 我自己實驗過很多次 我都可以受到的 如果是覺得不夠滋潤的話 我就會在這些Moisturizer 混合一滴的精華油 混合它 然後就這樣厚敷 晚上就去睡覺 這些最重要就是它容易吸收 不會是那種你塗完上去之後 它完全在上面是停留了 它這一種我塗得太多 剛才塗了三層 但是呢 我試一下手臂給大家看 其實它一推開出來 已經吸收了 只不過這裡真的今天塗了太多東西 所以現在難吸收 這一款都是那些很水型的質地 大家都可以試試 未必一定要買的 雖然我說了整個影片 都是說Sleeping Mask 最後給大家知道不一定要買 可以用Moisturizer 都覺得有點矛盾 但是不一樣的 因為用一些Sleeping Mask 例如這些 它用完早上起來很柔軟的 那種感覺 塗Moisturizer是未必夠的 但是如果單塗一層不夠的話 你就可以試試厚敷一點 再加精華油去增加保濕和滋潤度 對啦 我終於可以繞得回 不是硬的 我真的全部都有用 你看到的用量 起碼全部都是用多過一半 我才會去介紹的 對啦 看大聲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些 我正在用的碎面面膜 我知道有一群朋友 都特別喜歡用的 懶人派的朋友 我自己也認的 所以我才有這麼多款 對啦 如果喜歡這類型的介紹的話 終於完成了這個面膜篇的 拼圖出來啦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啦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的相片和星期日的就12點 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